我們今天來到大澳行山 我們乘了兩輛很長的車 繞了很多山路 終於來到大澳 我們就走到大澳裏面 看看鐵橋 看看食肆 看看有沒有東西合適 然後我們就走上山看四條海豚 我們就來到大澳鐵橋 就過橋去大澳島 這裏附近有很多觀光船 說去看中華華海豚 坐幾十元的船去海裡看中華華海豚 今天都停了 我們就過這條鐵橋 我們就過這條鐵橋 今天出來去東沖上車有很多人 沿路有很多人在石壁、長沙、鳳凰境下車 來到大澳就不是那麼多人 這裏就看到一些大澳的排屋 我們現在就走到大澳的公廁去那裏小解 接著就會上山那裏看四條海豚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目的地 看四條海豚 因為我們十年前看過 現在再回來看 至於那間文化酒店 我們就偶爾也有來 所以這次就多數不可以看文化酒店 我們就來到大澳的公廁 就很乾淨、很衛生、有很多廁紙 我們就會走這條路去上山 那個路牌就說要走十分鐘左右到一間廟 但是我們就不會停在一間廟裡的 我們因為宗教理由都不會進去 我們就會直接上山看四條海豚 那這裏就有個牌就顯示可以去 就是少林武術文化中心、熊聖古廟和石仔布碼頭 那我們就會去熊聖古廟那個方向上山 那就不去碼頭去碼頭 那裏以前經常去 那我們就來到另一個轉接位了 那這裏就有一條山路去熊聖古廟和香港少林武術文化中心 我們就從這裏上山 就可以看到這個釜山觀景台 我們就不去大澳警署和石仔布碼頭 那我們上釜山觀景台這條路呢 就有很多木瓜 差不多成熟了 現在用青色 我們就來到遠跳百海豚的釜山觀景台的一條山路 因為是多辛苦、多斜、多多梯級的 那走去釜山觀景台呢 就很像有很多草叢的路 那但是就容易過澳谷灣那條路很多的 那我們走了很多梯級 走了斜路就來到四條白海豚這裏了 那這裏有個牌講解海豚的 那這裏我們第一次來帶很多看過的了 那這裏就說可以看到白海豚 但是我們都看不到 那這裏遠望呢就看到人工島 那我們就來到這座山的最高點了 那我們就要走去那個艇那裏了 那我們又走近那個艇少少 那就是釜山觀景台又近少少了 那我們就走過了釜山觀景台 就發覺是一些山路來的 那有其他人都不走 那我們都不走 我們反過來走的了 再往下山去大澳市集 我們就沿著石級 石路就下山走回來大澳巴士總站 就乘車回去的了 那喜歡到片就like或者subscribe我 或者做follower 或者share給朋友 麻煩你拜拜